我發現他是一個很想要把一些勾紮鼻的東西 可能像蘿蔔糕啊這些東西 可以很傳統的味道保留下來的一個年輕人 然後他連像那個炸芋泥餅 他連芋泥都要去選大甲的芋頭 然後他裡面的每一個材料都是他去市場裡面挑來的 所以我覺得不只是東西好吃 你會覺得每一道菜好像都有他的故事 聽說呢在這個東區的巷弄裡面 有一家知名的網美打卡美食名店 連那個五星級的主廚啊 美食評論家的都對他讚爆耶 來看看他到底有多厲害 嗨囉 你是寧如嗎 對啊 你好 我是看了那個網路的評價來的 因為我聽說你這邊的炸物啊很不一樣耶 因為我們像我們菜單上面的話呢 會有一些我們自己做的像芋頭糕啊 蘿蔔糕都我們自己做 然後會有一些比較特別的 可能像炸的滷豬腳啊 或者是我們一些黑板上的菜這樣 黑板上的菜 對 就是更特別的意思囉 對 就是會有一些西式手法在裡面的 一些特別的菜單這樣 西式手法 對 所以你的炸物還可以結合西式西餐喔 對 就是有一點口味上的不同這樣 而且我覺得你店面很特別 它有一點日式的感覺 然後很像那種居酒屋就坐在這邊 好像還可以一邊就是聊天 然後跟著聊天耶 還可以喝個酒喝個酒 還可以配個餐酒館的概念喔 一點點一點點 我希望就是我們這家店裡面啊 能夠吃到一些古早味的東西 例如我們自己做的蘿蔔糕 芋頭糕 現在很少人會花時間去做這些東西 我希望能夠在我們這裡 然後能夠讓大家知道說 原來最傳統的古早味是 大概是怎麼樣子的 一般來說這種芋泥餅啊 就是是不是跟地瓜球的口感差不多 還是你的有特別不一樣 就是它做法啊 或者是它的炸的方式 製作的方式 是不是其實差不多 這個芋泥裡面沒有加任何的粉 我們就是純芋泥 然後我們就是從一整顆的芋頭 然後開始削皮 然後蒸 然後再加入一些糖啊 然後跟奶油 鮮奶油 所以是用料非常實在的那一種 你用整個芋泥下去去揉喔 對 全部都是芋泥 哇 這是巧克力醬 這是我們自己調的 雖然它是甜食 可是我們不要讓它太過甜膩 所以會加一點苦甜巧克力在裡面 讓它有一點苦苦甜甜的 大人的滋味 然後所以它炸的時候熱熱的 然後你咬一口的時候 它就會流出來這樣 這菜單是你自己發明的嗎 對啊 然後壓一個洞給它 然後把那個醬倒進去 對 我那個洞要多一點 這樣巧克力醬才會多一點 壓到底 它放少一點 不是可以多做幾顆嗎 不行 不行 要真材實料是不是 對 我們就是要讓人家覺得說 巧克力是很多的 咬下去會爆漿是不是 一定要爆漿 好 不爆漿你這顆就不幾顆 真的假的 對 那醬會太多啊 可以了 老闆這樣 這成本很重耶 然後就把它蓋起來 然後再把旁邊壓一壓 然後壓一壓 就像我這樣剛剛這樣折一折 這樣就可以下去炸了 對 然後旁邊這裡 要塑形對不對 對 我們還是要兼顧漂亮 好不好 然後稍微捏一下 是 然後還有一個黑板菜 就是我們不定時間會換產品 然後也許你今天來吃吃這一道 可是下次來可能就沒有這一道 真的假的 這是限時的對不對 對 松露蔥味雞乾豬肉絞 很常 我們剛剛都自己猜一點點不出來 是 西餐裡面有那個義大利絞 對 然後通常都會包一些 比較高級一點食材 像是鵝肝啊 鴨肝啊 之類的 對 然後因為我們這裡是 本土小吃 所以我們就加一點改良 所以我們就放雞肝跟松露 所以就是有人如果就覺得 哇 你這個吃起來裡面 那個巧克力醬是不是 什麼什麼 我說對 喔 知音 對 然後你看那個芋頭 怎麼會那麼香啊 對 哇 多剩那一顆 不會 不會是不是 真的比較高 真的 還是一個理智的老闆 對 所以我們用漂亮一點的碗盤 然後能夠製造一些 可以在這邊喝酒 放鬆的心情 我是想要讓人家覺得說 小吃店呢 也是可以做得很享受 我覺得我最驚喜的是 那個滷炸豬腳 因為其實一般炸物店很少看到 有人在炸豬腳 而且它的豬腳是先滷後炸 然後因為在跟它聊天過程中 包括它對食材的堅持啊 然後在享用的時候 它就不只是一個讓你 只是吃得開心而已 它是讓你吃了之後會想要知道 哇 它裡面花了多少功夫 然後可能每一次來的時候 又會有一些新的一些菜單 會讓人期待的一家店 喔 上菜了 好香喔 來 炸滷豬腳 炸滷豬腳 蝦味高渣 蔥味雞肝豬肉腳 對 超常的 這就是我們的 巧克力芋泥餅 像我們一些米血豆干 會先滷過就是因為 直接炸 它就是像你說的這樣 會刮傷了什麼 對啊 割嘴巴 所以我們先把它滷軟了 然後再下去炸 所以你這個東西才叫做滷炸豬腳 對啊 炸的滷豬腳 重量很有份量耶 它真的不空虛耶 我們就是很紮紮實實的做生意 你可以感受到我拿起來的時候 因為有時候炸一些蝦捲蝦條 你拿起來它就是覺得空空清清的 你這個不涼重耶 不然酥內軟 然後裡面真的有一層皮耶 對 它就是它保護我的那個嘴巴 不會被刮到 然後就是把那個肉汁啊包住 嗯 對 而且我可以感受到它那個肉 還有汁汁汁的感覺 像這個蝦味高渣 人家一口咬下去啊 所以說這也太蝦了吧 因為就是滿滿的蝦 滿滿的誠意對不對 對 我們真的就是用蝦子肉 然後有一些豬肉 然後蝦子高湯 然後下去做 所以是真的滿蝦的 嗯 就是這些東西呢 都是淘汰過以後 留下來的精靈 每一個人對我來說 都是非常厲害的角色 嗯 所以我很怕客人問我說 你有沒有推薦的 你覺得什麼東西最好吃 對 我都會說不好吃的 都沒有在菜單上 因為你都已經用時間去慢慢的 去無存精了 對 回歸到原點就是 就是希望大家吃到我的蝦物 就是 可以 很開心 然後覺得好好吃 嗯 然後希望 出炸呢 越來越多 朋友 嗯 就是從客人啊 然後變成朋友這樣 我覺得是他對自己有堅持 但是他又是一個 很有韌性的人 他能夠 呃 很適時的去調整自己的 的 不管是應對客人也好 或者是他自己的堅持也好 因為對於自己熱愛的事情 每個人都有堅持嘛 但是在堅持的那條路上 你要怎麼樣有適度的彈性 讓更多人去接受你的堅持 你的堅持才是有意義 你可能對待食物的方法 不只是他用西餐的方式去烹調 讓我們去享受食物本身的那種美味 還有那個氛圍 所以我覺得他有他西餐手藝的那個底子 然後他又把那個精神帶進來 就讓那個菜會變得很不一樣 他很像是 呃 有傳統的那種